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上个礼拜刚好跟大众有交流一个主题 佳和万事兴 对于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这个佳和佳琪 是我们进一步 推广文化 利益他人的基础 这个大学讲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这个本末 是我们要很留心的部分 我们没有留心到本末倒置了 我们在课程当中 常常也会举到论语的话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 大学里面 这个物有本末 物格而后知智 这个格物是自知的本 自知而后议成 那自知是议成的本 议成而后心正 议成是心正的本 心正而后生修 所以 正心是修身的本 生修而后 加齐 所以修身是 其家的本 那 家齐而后国制 那 其家是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的本 所以 大学讲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他自己 家庭的孩子 都不能教好 他觉得他可以去教化 天下的人 教化 他人的小孩 这是没有基础的 所以这个次第 不能乱掉 我们 面对经典 这些教诲 他传承几千年 我们不能 侥幸看待 不一定这样吧 可能我是特例吧 有这样的心态 就很危险了 小人 行险 以侥幸 用侥幸的心理 这个修身 不可能 能够 砸下根基的 那 陈德也 劝过 可能 他已经在讲学了 他有家庭 他也有自己的小孩 那讲课呢 那就是对社会大众了 那齐家就是他 教化社会大众的基础了 会比较提醒 要重视他小孩的教育 重视夫妻的相处 重视 老人的 效养 这些部分 但是真的能够重视的 不是很多 因为 我们假如 关照自己的心念 不够深入 其实我们是很容易 挑想做的去做 不见得是该做的 有时候该做的事 看了就有点担心 做不好 就有退缩了 所以 就像吃东西一样 吃东西也是道场 我们吃东西习惯 吃好吃的 不是先吃应该吃的 应该吃的叫义 好吃的叫义 梦子说义立之变 我们在人生的境遇当中 你是选择道义 还是选择利益 所以连吃个东西 也是在力士练心 现在文明病为什么那么多 都是吃 喜欢吃的 而且不只吃而已 吃过量 该吃的都没吃 身体就失衡了 所以 修行 我们这个心 心是根本 师长最常讲的一句话 在经典当中 我们在听经的时候 蛮熟悉的 就是 修行 六根接触六层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这个不容易 我们分两段 这一段 流到往生 极乐世界 再修这一段 难度比较高 我们修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执着当中 爱真心 是一个 修学的重点 烦恼就起于爱真 喜欢是烦恼 因为太喜欢了 就很在乎 得不到呢 就睡不着觉 讨厌 心情也会 对立 会 抱怨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 烦恼了 所以爱真 都是烦恼 看我们 带一个学生 带一个班 的学生 我们 太喜欢 一个学生 偏心 就产生了 很讨厌 一个学生 对他的态度 就 常常会 见他的过 那这个心境 一起来 那全班 的学生 都不受益了 对你很喜欢的学生 过去生 远很好 懂得 调一调 不能太过了 对于过去生 可能一见了 就感觉不舒服的 学生 你能够 把这个感受放下 还是平等地爱护他 那这个就是在带班的时候修行的 大学讲的 好而知其恶 悟而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我们喜欢 就不容易看到他的问题 宠爱一个人 最后害了他 讨厌 悟而知其美 讨厌他 就不容易看到他的优点 那都是在这些人事静缘 放下这个爱真的心 那同样 讲学的人 他讲完课 很多人赞叹 他也会很喜欢这种感觉 回到家面对另一半 哎呀 就挑我毛病了 很不舒服 所以就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境界了 看起来讲学很积极啊 那很可能这个心尽上啊 喜欢这件事就拼拼做 讨厌的事就一直逃避 那看起来好像很积极 但是都在境界当中啊 增长 爱真啊 所以这个心证是深修的基础啊 所以这个观心为要啊 我想我们在课程当中啊 这四个字重复提醒了很多了 从心缘引微处 默默洗涤啊 要关自己的心念 看不到啊 就可能被自己骗了 尤其呢 还容易合法 掩护非法 用一个很好的道理啊 掩盖住了自己 不足的地方 甚至是错误的地方 举个例子 比方我介绍 念佛法门呢 给父母 给家人 他们不接受 那我们可能心理想 哎呀 这个要以尘供养诸如来的人 才能欢喜幸此事啊 所以这些亲戚朋友 善根不共 所以不能接受 你看这个结论 挺有道理啊 那这个儒家教我们说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哎 这一句话不常用 用出来了 上一节课有 跟大家探讨一个重点 我们经一世啊 长一世 可是我们经这件事呢 假如不知道 问题原因出在哪 那下次还是会发生呢 就像上次跟大家举到的 这个媳妇 跟婆婆的互动 哎 问题是 她没有顺婆婆啊 可是她会觉得是 婆婆 情绪化了 发脾气了 她因是她没有顺啊 假如她顺了 就没有后面的问题了 或者她言语的分寸不当 她假如言语得当了 就没有后面的 问题了 我说要总结到 根源的问题啊 这不简单啊 我们太容易放过自己了 不容易放过别人 那就是都看别人的问题了 不容易看自己的问题了 当然也不要搞得都不放过自己 一个是太过 一个是不急了 我也有见过同修 动不动就拿个锤子打自己 哎呀都是我的错了 然后我说那你到底错在哪 反正就都是我的错 你得把原因找到才能调整啊 不然你就好像拿个大道理就 你本来就自卑了 那常常又拿着道理 压着自己喘不过气来了 观自在啊 压着自己喘不过气就是烦恼了 不能让心念停留在烦恼中了 刚好有机会啊 跟一个同修交流了 我说这个护念父母啊 脱离轮回啊 这是我们佛弟子啊 应该有的责任 父母离成垢 直到方成就 他听了说了 对啊 可是我把这么好的念佛法门 介绍给我父母啊 他们不接受啊 他们都是传统 就求福报而已 那后来呢 这个聊得比较多了 这我是感觉啊 我们有时候啊 做对的事啊 也显得强势 做对的事要低调啊 做对的事不能强势 我做的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情 谁都得顺我 不顺我的就是善根不够 这个这个不妥当啊 要恒顺众生啊 不能做好事 把自己强势的习性啊 调出来了 就变成控制要求别人 昨天有个老太太 我跟她交流啊 我就感觉 她对家里的人呢 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然后 请她老伴去参与共修啊 她老伴都不去 她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我就分析她的一些心态 你这个就是控制要求了 结果旁边有一对夫妻啊 结果这个丈夫 听了之后就 哎呀对啊 这样的情况我也常常遇到啊 当然这个先生呢 虽然讲出的心声呢 场合有点不对啊 是吧 归过于私事嘛 他回去再跟他太太讲就好了 旁边这么多人 他马上说哎呀 这样的情况我也常常遇到 不过这个时候要能理解 因为他这个苦水啊 可能已经憋了很久了 突然 见到有人帮他伸张正义了 所以我们现在红法呢 也不容易啊 常常还得要像包青天一样 审案子 这个到底 这个问题在哪儿 要把它审清楚了 好 那 这个 我们呢 容易啊 觉得对的事啊 这个强势会上来 那 老法师在讲经当中啊 常常都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今天你对一般的朋友啊 你比较不会起控制 要求 对谁比较容易控制要求 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 比较轻的人 反而这个控制的 心念比较容易起来 好 所以我们今天跟家里的人相处啊 老后上说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 谅解 一定要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 发现自己的过失啊 立刻就要痛改 改正自己的过失叫真修行 这段话很精彩哦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 有人反对我们了 我们不是先指责对方了 哎呀我学佛那么好的事情啊 家里的人怎么不支持呢 这个时候还是要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 学佛学什么 学人情事理 学体恤人心 学做人做事 我们想一想啊 一个人学了佛 学了传统话 做人做事不断提升 家里人会不会反对 你们有没有遇过 哪一个家里的人 哪一个人他家里的人 你学了传统话 做人进步了 我反对 哎做事进步了 我反对 大家有没有遇过来 有遇过的请举手啊 奇怪啊 那家里的人反对啥 学佛就是学人情事理啊 学佛就是学做人做事 奇怪了 他们怎么会反对 我们可能太注重修行的像 没有注重实质 放下自我 放下自我 体恤他人 这个论语 这个人字啊 在论语里面出现了一百多次啊 所以代表学论语 学什么 学人 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 甚至于是什么 先人后己 就像我们 我们要互念家里的人 我们了解他心里的感受吗 我们要互念学生 我们体会到他的感受吗 哇 你看现在 十几岁 还在小学啊 就忧郁症了 那父母能感受他的心吗 老师能感受他的心吗 我记得我一次 到一个地方演讲 下了车 下了飞机上了车 这个义工 说到了 哎呀 我邻居啊 有一个孩子 十九岁啊 很可怜啊 自杀了 突然自杀了 他父母都不知道原因在哪 我就跟这个同修说了 我说突然自杀 这个词也不对了 不可能突然啊 做出这样的行为 那可能他的负面情绪啊 都已经积累了好多年了 那我们想一想啊 父母跟孩子是连心哦 怎么搞到 孩子都寻短了 父母的结论是突然 感觉不到孩子的心呢 我们感觉不到孩子跟学生的心啊 我们给他的教育啊 就不一定是弃他的机油 我们弘法 佛门讲 弃理 我们引导他的道理要引导 对不能把他引导错了 所以引导学生呢 不能凭着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人生的体会哦 我见过很多很有能力的人 在他的领域当中啊 比方说教书 哇那每一个人都是给他输大拇指 很肯奉献 可是他讲的话 有一些是自己的看法 那这个就没有数而不做了 虽然他花很大的精神在教育学身上 可是有可能他错误的认知 会误导学生 深思一世 虽然我们能力很强啊 我们那个是非人物的心 还有啊 清静我们的学生 我们 有时候不由自主的 就弹出来了 听的人又信任你啊 就受理影响了 而且啊 我们 人是啊 学好啊 时间要久 学好中年不足啊 学坏一日有余啊 一踢到是非 忍我了 很容易就调动我们阿赖耶稣里面 这种习气了 一句上来 哇 其他的人就接着 越讲越火热了 我看到这个情况 一般我都 尤其啊 小孩还在场 哇 还讲的火热 我们要有一个敏感度啊 在小孩面前呢 都要给他好的影响啊 所以 这个 刚刚 跟大家 提到 我们容易啊 把责任呢 归咎在他人 不容易啊 返求诸己 好 所以 我们要 体恤到别人的心 整部论语都在教我们这个 你看地址归说的 人不闲 物是脚 我们 要跟人讲话以前 要跟人互动以前 有时候我们那个状态就是 哎呀 我非找个人讲话不可了 不讲我憋死了 都是为自己的 不是为别人的 假如我们第一个是考虑别人了 就会 观察 他现在方不方便 这个要形成一个习惯 在任何境界 我们都能提起这样的态度 比方老和尚 我们在机场 哇 这个 有地址 刚好机场 看到老和尚了 啪就要跪下去了 老和尚别跪 他还是要跪 我感觉听话不容易 我就曾经遇过 有一个同修 老和尚坐在那 他就看到老和尚很激动了 就要跪下去 老和尚站起来 不拜不拜 他 然后 他拜了 老和尚想 叫他不拜 他还是拜了 好吧 老和尚又回来坐了 他又要拜第二拜了 老和尚又站起来 不拜不拜 他又拜下去了 搞得老和尚挺辛苦的 就是还是要听话 那 在机场当中 老和尚为什么让我们不拜 就是我们假如 老和尚心有执着了 心有执着了 我一定要拜 你就体会不到老和尚为什么叫你不拜 因为机场很多人 可能大部分都没有学过佛 假如他在机场看 哇 你要拜下去 他心里 人是很容易看到一个像之后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下了一个判断 哇 学佛还得这样拜啊 哇 那他心里产生了一个担心啊 叫佛这么拜 我不敢啊 哇 这个心 这个感受啊 就会影响他学佛 你看老案考虑是多细啊 我们的行为会不会造成别人的 影响 或者别人的误会 以为学佛都得这么拜了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老和尚这个考虑啊 目前当目击心啊 我们老和尚这个心境啊 我们有没有学到 任何时候可以考虑到别人会不会难受 或者别人会不会产生不好的认知 误会的认知 要考虑到 哇 假如这个心境有啊 我相信呢 我们家里人 他内心现在是什么状况感受啊 我们就容易体会到了 念念能体恤他人 为他人着想 这是世间第一等学问 我们也常常提醒到老和尚 他在国际间走啊 人家给他写资料 刚好那个资料栏有一栏 叫兴趣 老和尚想都没想 写了八个字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恒顺众生啊 是能感受到众生的心 而且感觉到呢 他在这个点上啊 比较固执 你不要跟他顶 绕过去 先顺着他 你不顺着他 他就很难说 他情绪就上来了 你要跟他进一步 引导交流 就不容易了 调剂人情 之后才能发明示礼 那刚刚跟大家讲到 要气礼 要气机 这是我们讲学的两大环节 而这个气礼 就要效法 孔子 数而不做 我们再有能力 再有人生的阅历 我们一定要把走过来的路 用经典的总结 不然很容易我们总结的人生经验 是自己的看法 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说 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 孔老夫子是圣人 圣人都是这么做 那我们应该也要有这个态度 输而不做 幸而好苦 这个也不容易有 不然我们可以自己关照关照 我们留个心 我们今天在跟人讲话的时候 我每一句有没有跟经典相应 强者先迁 我们照自己意识讲话习惯 讲着讲着 就跟经典不是很相应的 我有时候也观察 我们同学们 大家私底下讲话 都有一些随性的状况 这其实不是照经典在讲的 所以无量寿经说 不兴事与 要再正顿 当然那个要再正顿 也不是很严肃的 让身边的人 感觉在你面前都不大敢讲话 也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气力 还有要气鸡 但我们体会不到 他的心怎么气他的鸡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不气他的鸡 你讲的越多 他可能会产生厌烦 之后就躲着你了 那我们没有总结出来是 我们不气机 搞得人家有点烦 但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没有善根 你看我讲这么好的东西 他都不接受 所以你就找不到问题了 所以这一句行有不得 反求自己 真不简单了 那天跟一个同修 他就讲了 这这么好的念佛法门 父母不接受 他们只是求福 听起来都是家里人的问题 所以刚刚跟大家举 你看老儿上 他随时在境界当中 他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或者别人会不会产生误解 那同样的 我们今天在修行 我在用功 能不能考虑到 家里的人看我用功 会不会造成他误会 请问大家 你们学佛 家里的人有没有 说 哎呀 我这个女儿学得有点迷了 哎呀 我这个儿子学得有点迷了 哎 我们听到家里的人讲这个话 我们会怎么对待 没善根还说我迷 是吧 就像我们刚刚探讨了一个重点 我们修学传统文化 修学佛法 学什么 学做人 学做事啊 哎 我们学了之后进步了 家里人会不会反对 不会啊 所以家里人有看法了 我们要反求诸己啊 我很少遇到这个同修 跟家里的人处得不好 然后觉得是自己问题的 不多 那我进一步 我曾经跟大家举过的例子 南京居美星 叶总 他们是炉江之后啊 办的传统文化中心 他07年就办了 那时候炉江还在啊 我们还去支援他们办办呢 到现在16年过去了 当时候在炉江的时候 他上课 这个叶总啊 就起个念头 他想把他的工厂啊 挪一半啊 出来办传统文化 工厂蛮大的 哇 你看这个这样发心 很难得哦 但是他说啊 我得先回去问我爸爸 问我太太 很可能我们说 哎呀这天大的好事呢 铁定他们要认同呢 不认同我也要做啊 做好事会强势我 所以当时候呢 这个叶总 说我得回去问我太太 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啊 尊重自己的太太 都会考虑到家人的看法 所以老话上有讲啊 你学了佛了 家里反而不和谐了 你学错了 这是老话上教的哦 不是我家的哦 但是几个人把这句话 放在心上 我们学佛啊 学传统文化 家里人反对啊 跟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关系 比方说我们这个 学了要求别人了 他们就不舒服了 他们还没接触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受 从我们的表现上啊 所以说实在的 假如家里的人现在都 不是很认可啊 那就代表呢 我们家庭当中啊 转动这个全家学佛的 这个枢纽啊 就是自己 自己只要调整过来了 哇那你家里人的看法 就不一样了 比方说昨天那个老太太 她只要把控制要求放下 她先生一定 哎呀你变了 开始对佛法刮目相看了 所以 比方说我们学了佛了 哇佛法这么好啊 我把工作辞了 专心修学了 全家跳起来了 学佛是什么 学佛是放下 放下自我啊 你看一学 连家里的人都不考虑了 所以往往家里的人反对啊 这些阻力从哪里来了 很可能是我们的行为 造成他们不理解了 最后变阻力了 那根源假如不找到了 这个阻力不一定能化解啊 甚至还会再增加哦 所以那一天 这个同修就说他想换工作 我说 慢点慢点 我说 这个你这个收入角度减少了 家里会不会震动啊 他说我是我们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啊 我说先别激动啊 先思考怎么把佛法用在你的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啊 然后佛法是可以求的 他说我现在忙到都没有时间修行了 我说你可以求 同样这个领域 但是不要这么忙的 遇到一个好的领导 当然你要如理如法求啊 你要好好修啊 福会增长了 你可能这个因缘就出现了 或者你说那我以后可以在传统文化领团队里工作 他说这个都是很好的愿啊 你发了愿呢 佛菩萨护法神都会加持 让缘分水到渠成 不能很冲动 宽为限颈用功啊 功夫到赤色通啊 其实铺垫一个因缘也是循序渐进啊 不能超之过急 这个急躁啊 也是对治的重点 回学第一功夫啊 降得福躁之气定 第一功夫呢 代表第一功夫没有了 就没有二三功夫了 那我们有没有重视下第一功夫啊 我们这个福躁 有没有淡了 清了 因为只要福躁不能 调伏下来 我们听经啊 不可能听得深 会听得很标浅 甚至也会听错了 像昨天那个老太太 她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啊 她问我一个问题啊 我都还没有跟她交流彻底啊 她说好 法师啊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她的心啊 我们一般来讲 你的心定下来的 又是针对你提的问题在回答 那要越听越深入 怎么会 怎么会 我都还没讲完 她又要问我第二个问题了 代表她的心 跟我跟她在探讨 我所讲的语言呢 她没有静下来 随着我在探讨 随着深入下去 那你说她没听吗 她有听啊 那她就听一点 她就觉得 哦 我有答案了 然后她又浮动了 又再问问题了 那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关照到 我们的心 很不安定 这些功夫啊 都是我们在境界当中 自己要反观到的 我们看不到啊 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甚至会更严重 因为不静则退啊 学如溺水行舟 不静就往后退了 那后来跟这个同修啊 就聊到一些比较细的部分了 她就说了 哇 我都起很早啊 我做早课 做一个半小时啊 我感觉非常好啊 那个念佛很舒服啊 可是我爸爸妈妈 我太太 就觉得 时间太久了 学迷了 哦 你看 找到原因了 就是她修学的这个像啊 让她家里人觉得她迷了 那这个 我们感受到 对方觉得我们迷了 那我们要找机会啊 多跟他们交流 但是不是用道理压他们 然后呢 会让他们反感 或者觉得是迷的 那个行为啊 做一下调整 这叫横顺众生啊 不要造成他们的误会 不然她就生烦恼了 为什么 我怕我儿子出嫁去了 她担不担心啊 那我们能不能体续到啊 所以夏连居老居是说 以调服习气为精进 这个就是实词的 我坐半个小时 父母觉得很好 我就坐半个小时 其他时间呢 我心里都在念佛了 世事无碍 世事无碍在哪里练呢 在我们面对的静缘里面练呢 我上了车了 父母家人不在身边了 我赶快听经啊 赶快念佛啊 大声的念 念个痛快还没关系啊 你何必 我的精进方式已经造成他烦恼 我还一样 那不是不体恤他们的状况了吗 我记得我初学佛的时候 听这个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听了不少遍了 这个听经啊 就看到自己浮躁了 一开始听 哇呀 这两个小时 老板讲的真精辟啊 可能听了几十遍了 不一样了 哎呀 这每一段怎么这么重要啊 再听个一两百遍了 又变了 哎呀 这一句很重要啊 这怎么每一句都很重要啊 甚至于这个字很重要啊 我假如心不浮躁啊 那我应该听第一次就 哎呀 这每一句每一句重要啊 我怎么听了几百遍了才有这个感觉啊 提醒自己浮躁了 进一步呢 现在听每一句啊 全神灌注 有没有听到老儿上的用心在呢 考虑在呢 角度人啊 都有学处啊 都有学处啊 好 那 这一个专题 净土法门专题 开示里面 早上提到了 这种神灌注尽啊 看到你生烦恼 那我避开 那我避开 他也生欢喜心啊 哎 这句我有印象啊 不脑害众生啊 他看到我不欢喜 我就不出现就好了嘛 哎 后来我遇到一个静缘呢 我到一个地方啊 住了七个月 结果呢 我跟一位同修啊 住在同一间房间 这个同修啊 大我好多岁啊 应该有十岁左右吧 结果我跟他住在一起啊 他跟我每天都在那 听老儿上讲经啊 他就 跟我说了 你到这里来啊 就不要再听老儿上讲经了 就按照这里的修法了 哎 我听完了 我就想到老儿上说的 他看到你不欢喜 你就避开就好了嘛 他现在叫我别听听了 他在的时候 我不听就好了嘛 他一不在 我赶快打开来听了 他在 他在我就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听那么多经 为了什么 为了更好的去力行啊 听那么多经 老儿上重复强调 好好念佛啊 佛号越多烦恼就越少了 实在讲啊 我们现在好多烦恼问题不能解决 就是佛号念的太少了 佛号越多啊 心地一静下来 很多问题会想通的 所以没有障碍啊 他在的时候我不听就好了 那他也在帮助我 帮助我练恒顺众神 世事无碍 他没有障碍我 我也不跟他对立 后来啊 更厉害了 他看我也不怎么 不怎么听他说话 因为我当时都在忙了 我去教书了 最后两个月去教书了 他可能可以感觉到啊 就是 等于是说我们修学啊 没有跟着他走 他不欢喜了 哇 就整个佛事啊 都讲我的坏话 还说 哎呀 这个人看到好多蛇啊 心术不正 什么都可以拿来讲啊 哎 但老儿上教我们的嘛 人家批评 毁谤 帮我们消业障嘛 我们也不生烦恼啊 而且看到那么多蛇 为什么 因为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了 我现在要回去准备考师之班了 那些蛇呢 都是在这个地方共修的嘛 那个也算师兄弟嘛 那个也算师兄弟嘛 我要走了 他们出来 谁古拜也很正常啊 我们自己的心念 自己要清楚啊 不能说别人一讲了 你就很难过了 我也要真实面对我自己的状态啊 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出来 跟我打招呼了 后来离开的时候啊 所有的人对我都有看法 那这不就是让我们去练 人不知而不运 不然什么时候练这一句话呢 那后来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后来有姻缘分享传统文化 结果 哇 以前那个很照顾我的人 那些长辈啊 有几位啊 还在听我讲课呢 那以前那些误会不就过去了吗 日久见人心啊 我们不要急着 眼前就要去解释 就要去争个对错 这不一定要执着 争个明白 好 好 好 这两次啊 都跟大家探讨 经一试啊 长一智 我们经历这个试啊 我们不知道问题数在哪 要长一智就困难了 所以这个童修 他觉得 父母认为他学迷了 这一个情况 可能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可是他没有找到因 他是不能改善的 所以古人这一句啊 为什么老和尚说 我最佩服老祖先的 一句话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那我们也得在这句话 好好下功夫了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 维学第一功夫 要想得福造之旗定 其实 这一句啊 我们 尽力的 去落实啊 我们的心就变了 心境就提升了 因为他每一句就指导我们 改心了 那我们的心一变了 心正而后深修了 深修而后加起 就家里的人 就会感觉我们不一样了 家里是我们的一报啊 就随着我们正报转了 好 这个论语当中呢 有提到 好学 这个有关学的句子啊 我们也是要多深入 那这些论语当中 谈学的 就指导我们 学习正确的方向 目标 学到立权 要学到通权他变 不能至少为主了 好 那像子贡 提到学 他说日知其所无 月无望其所能 那这个就是温故 月无望其所能 温故 日知其所无啊 是知心 那这个知心呢 可以是 我们 没有看过的书 我们现在好好看 比方说 经 时 子 经典 让我们明白 宇宙人生 这些真理 读历史呢 看古人啊 怎么把经典用出来 用在齐家 甚至用在治国 用在拨乱反正 用在 扭转乾坤 安危 定变上 国家有危难 他把它稳定下来 这不简单 所以读历史啊 增长见识 纸呢 诸子百家 这个都是对经典啊 在他那个年代 做权势 他这个纸部呢 也没有离开经哦 离开经呢 那不行了 像迅俗仪归 那里面也 好多都是读书人 他齐家积累的 这些宝贵的 体悟 又是符合经典的 他把它记录下来 就像跟大家提到 古人提醒了 对上了年纪的人呢 要懂得顺 你不要忤逆他的 意识 他很想这么做了 能顺你要顺着 不然他情绪上来了 后面就 你要 要为他好啊 这些道理 他听不进去了 好 那 这个知心呢 也有啊 我们温故 别方说 读论语 我们读了很多遍了 可是今天这么一读啊 有新的领悟了 这个也算知心了 就像我们 探讨到 哎呦 这个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啊 这句话我们 很熟悉了 可是我们一探讨 哇 这句话挺深的哦 挺广的咯 不知道 我们刚刚在探讨的过程 大家有没有浮现 自己家里的情况 都没有啊 那还是我的问题 刚刚的引导 太不生动了 或者磁场 太 太 太尖锐了 好 让人听得不舒服 好 好 好 那最近呢 因为我们这个赵小龙老师 他会传一些 比方说许恒 这个也是一带大陆 这二十五史里面都有 他看的那个传记啊 他把一些重点 发给我 或者迅速移归 我很感谢他 因为我 我太忙了 忙得没时间看书了 不过这句话呢 好像又不符合经典 这个是自己找借口 再忙都要找时间读书 这样才对 所以下一次一定 我每个礼拜有看的书 再跟大家做报告 所以你看 我一不留心啊 就 讲出外行话出来了 是吧 你看 就把责任 推到境界上去了 推给太忙了 忙可以化整为灵啊 都可以学习的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等于说 开卷有益啊 你看 古人这些书 都把他人生的 智慧阅历都记下来了 而且大家也看到 他们的风范呢 每一段话 刚刚 提到这个 责任责己的问题 就引了论语 赤也行夫哉 服我则不暇 就是 这个都是论语当中 夫子在提醒他的学生的 而且我们看 这些流明清史的 圣泽人的教会 对于我们更深入经典 会很有帮助 因为他们都是在呼应 四书五经的教会 广学原味深入 我们看他们的 对于这 四书五经的经句的体会 还会更深 中文字幕提问